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松茸啊 还有这种叫出名来的很多很多的菌子 长得又特别好看 吃起来呢也特别的鲜美 那确实是 看来您这次是大块朵頤了 是啊 很过瘾 像我们呢 现在比较注重饮食的健康 像您说的这些菌类呢 确实对我们人类呢 有很好的这个调养的作用 那么这个菌子都生长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应该是比较那种潮湿啊 阴暗的地方 它和植物是完全不同的两类 所以呢 它一般没有根茎液 它里边也很少数含有叶绿素 所以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是的 所以它一般呢 是辅生或者是寄生 所以它的生长呢 是在那种腐烂的动物 或者植物的表面或者体内 所以它的这种生长环境呢 对于我们采摘也带来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们进行一个人工的大规模的种植 你看现在这个食用菌啊 需求量是越来越大 平时涮个火锅啊 家里边炒菜啊 都爱吃食用菌啊 但是这个食用菌啊 人工种植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 今天的发明项目就跟人工种植食用菌有关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说到菌类食材 大家都不陌生 已知的可食用菌类大约有350种 它们质地柔软 风味独特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食材之一 野生食用菌大多生长在深山野林中 不仅数量稀少 采集起来也有难度 为了满足更多人对菌类食材的需求 就出现了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方式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菌类的人工栽培过程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某食用菌栽培基地 进行了实地考察 于师傅是一家菌类栽培厂的厂长 他向记者介绍道 人工繁殖食用菌虽然大大提高了产量 但是培养工序繁琐 并且极其耗时 往往一个完整的培养周期 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 那介绍完了之后 介绍就是用咱们这个木栏运量二继绝 把它捣碎 捣碎 接着这个摘肥料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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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这个填到这里面 对对对 把它填满 把它这个放到那个这个盐满之后 放到那个培养室 发酵一个月 它就发满了 发满什么样呢 就和这个主持是一样的 白色的 鱼厂长向我们介绍道 因为人工培育菌 是以分级繁殖的养殖方式 首先将生长在试管中的母菌 我们将其定义为一级菌 转接到培养基内 通过生长成为二级菌 再将二级菌转接到带内培养基 这带内培养基中生长出的就是三级菌 三级菌就是最终可以长出菌类的栽培菌种 原来 工人们正在做的就是二级菌的接菌工作 由于菌类独特的结构组成 在整个接菌过程中 都要进行严格的消毒灭菌工作 大姐 我看您这个全副补装的口罩帽子的手套一样不辣 这个不是都有这个菌香吗 怎么还需要就这么严重啊 有菌香它也有菌 有菌 嗯 那我现在闻到这个次别气味是不是就那么一个 鼻管 对 它对身体有害 对身体有害什么 嗯 于厂长向我们介绍道 看似简单的接菌 其实是件十分麻烦的事情 不仅耗时 而且要求很高 如果操作不到位 就会影响菌类的成活率 而且长时间处于受到化学药品刺激的这种环境下 也会给人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 李师傅 我看您这挺简单的 没用您说的那么难吗 你看的是很容易 就是那点事 您两个做法做不好的 我想试试 我想跟你赌一碗 我觉得这活 我觉得我也能干 为了切实感受人工接菌的过程 我们的记者决定亲自去试试 看看这其中的难点到底在哪儿 师傅 你看我这也装好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行 可以 那您看我在哪边 在这个箱子吧 这个就好了 因为是第一次进行接菌工作 与厂长特地为我们的记者找了一位师傅 帮助记者快速熟悉接菌的具体步骤 弄完火柴 火柴 刮刀 刮刀 把这个酒精灯点灯 捡这个是吗 对 漏刀里有酒精灵 这个 卡上手 就在这个闪手的空间里完全不好操作 不能操作呀 把那个二级酒盖打开 转开 把你捏碎 捏碎 放在漏刀里 这大概倒多少呀 到半下 到半下就可以了 这 这重要了 这怎么弄 这腿到底 来 使劲 使劲 裹了 这袋 这袋算是成功了 就算成功了 经过一番体验 我们的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接菌工作的不容易 面对这样的难题 真的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于师傅呀 这不是不知道一定是真的是不容易呀 这真的是需要一些技术技巧呀 我听说这袋附近有一家做这个 装置做的技术 他家做的就是说好像特别好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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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万一可以了是吧 在记者的劝说下 于厂长最终同意 和我们一起去看看 发明人发明的接菌设备 机器真的能够完成 如此复杂的工作吗 此时此刻 我们也和于厂长一样 内心充满了疑问 您好 您好 请问一下 您认识张玉海先生吗 认识啊 这就是我父亲的 您好 是您的父亲是吧 您是哪一位呀 您好 我是专家台湾 发明的记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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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您听说您父亲 张师傅发明了一个这个接菌的记者是吧 我父亲呢比较喜欢啊 那个专业 他大大小小的发明有很多呢 他就在屋里的 你们进去找找的对吧 行 好 谢谢您啊 您好 您好 请问一下 您是张师傅吗 您好 您好 我是那个庄业台 我来发明记者 您好 您好 发明人张玉海 发明项目 接俊基 说起张师傅 那可是在一春 小有名气的发明家 大大小小的发明数十项 他坚信 最好的发明灵感 就隐藏在最平常的生活中 眼看马上就要到退休的年纪 但张师傅对于发明的热情 却从来没有降温 永大半辈子存下的积蓄 租了个车间 专门用于机械的研发 永家人的话说 他是 人老心不老 就是闲不住 每天就是在自己的小车间里 导顾各种机械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去到了当地的一户 俊农家 当时吧 我到那个现场 就看了 看这个广大菌种吧 一天早 散散散肉就起来了 而且呢 对这个就是菌种 还得那个药物新增 尤其药物新增 酸原体非常有害 就当正常人一进屋 就感觉非常次于这个味 我看到这个问题吧 非常心疼 心疼他们 我说能不能沿着一种机器 来代替这个应勾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附近局长的 理想长 理想长 听说您发明了一个 这个接菌机是吧 是的 那我们能看一下吧 可以 我就在调试 就这个是吧 对对对 张师傅发明的第一代接菌机 设置了高效处理器 消毒防菌系统 采用旋转刀盘 将二级菌切成菌丝 再由螺旋推杆 通过数项出菌口 注入袋内培养机 打破了传统接菌 必须在接菌箱内工作的 硬性限制 使人工从特定的工作环境中 解放出来 人工接菌呢 都需要灭菌 消毒 你这个怎么用来灭菌消毒 这个装置有 不是吧 这是个高效过滤器 跟咱们说 那个超级光材 是一个项目 这是这一套 有灭菌灯 所以它开掉以后 这是个武警区 在这里面去操作 为了检测张师傅发明的接菌机 鱼厂长还专门带来了菌种和培养料进行试验 不知道张师傅的接菌机 会不会让早有准备的鱼厂长满意 正常的二指卷 跟你那个原来你自己是一样的 放在那边就要擦一下 就是每一次都要放这个是吗 对 再试一下 这样能捡满吗 现在开始满了 看过了张师傅的演示后 鱼厂长也来了兴趣 想要亲自上手试试 看看这机器接菌的效果如何 你这东西得接多长时间才能行啊 时间长没打着深 时间短没打着浅 这个一公司就这么整 在接这一袋又多长时间呢 这个没试试 可这刚接了一袋 张师傅的机器就出现了问题 这让鱼厂长开始怀疑起 这台机器的能力 这因为时间太长了是吧 对 时间长 刚才也是有点东西 时间长了嘛 它就下不来了 就是等一下其实它就可以 对 按行动 你加一列不就完事了吗 你这个已经满了 你看吧 你太大 机器虽然出现了接菌口堵塞的问题 但张师傅一点也不慌张 很快调整好了机器 实验继续进行 能接到哪个部位啊 这个菌种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这种试 你从来没试过呢 没有没有 我用去西部试的 那你能给我尬给大人 我们看一看菌机到哪块 在鱼厂长的严格要求下 我们准备打开培养料的表面 观察内部情况 检验一下张师傅发明的接菌机 效果究竟如何 接的菌种是否到位 于师傅 您这也体验满天了 您感觉它这个怎么样 它这个不好掌握 我们人工接菌优孽的接 都接到底部 它这个你看都不到位置 张师傅的第一代接菌机测试失败 在接菌过程中 螺旋杆的推进深度无法达标 这让鱼厂长非常失望 我这不能用了 它这个东西 不能用了 对 你们自己羡慕 我不整了 不加 看着自己心爱的机器 张师傅对这样的结果 久久不能释怀 闷闷不乐的回到了家中 你看你们找的 整两个吃水 好了不要再玩了 我看看这玩意儿 我看看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这儿啊 张师傅还在思考如何改进机器 可小孙子手中玩耍的注射器 却引起了张师傅的注意 你怎么又玩上了呢 我试着玩意儿 没干啥 注射器的结构 虽然简单 但工作方式和自己的接骏机有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 接骏机采用的是螺旋式推杆 如果把螺旋推杆换成注射器式推杆 会不会更好呢 有了灵感的张师傅立刻投入到改进研发二代机的工作中 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 张师傅的二代机做好了吗 新的机器又有哪些改进呢 我们的记者准备再次去看看 张师傅 正忙着呢 你好 正常找你呢 我的机器又改好了 又改好了是吗 又从前设计一下 我看你从外观上看好像没有太大改变是吧 有区别 原来是往上是结局 现在是横的结局 这样是非常轻松 你看现在是这样的 而且不堵了 原来呢有时候不就堵了吗 螺旋那种 现在这个也不堵了 速度还快了 那这个具体上有哪些地方的改变啊 这个改变很多 我给你拿 你看了 现在就是这种形式 这里面有一个刀盘 刀盘有四个拨片 这块有个这个连状的一个像两个是不是一个 一个盘 这样上这个断动的时候 就把这个料呢 直接扒这个料汤里了 料汤有一个柱杆 柱杆就是类似的那个注射器那个原理 他把这个料呢 就是从这边推进去了 第二代接菌机将螺旋推进杆 改为了注射器式推进杆 增加了接菌深度 将原有的螺旋状刀盘 改为四片分体式刀盘 大大提高了出菌量 那您如果就是具体演示一下吧 可以可以 这个放进去是吧 这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电源打开 这个可以 这个储桌块 就这种储桌块 这个按钮是吧 对这一触发自动就 打掉了 听过刚才的片子啊 咱们已经看到了 发明人的对这台机器做了很大的改进 但是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台机器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好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主要的部件之一 这个位置呢 就是它的这个切菌丝的这个刀片 实际上它现在是四个 它这个做了一个改进 之前实际上是一个角龙式的螺旋状 因为它在螺旋状这种角龙里呢 它虽然进行了一个切碎的工作 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想到 它有挤压和碾压的这种作用 但是会破坏菌丝吗 对 所以说它把螺旋状的刀片 改成了现在的四片 还有呢就是它实际上从这个 零件的这个安装位置上 做了一下改变 它原来呢实际上是这样的 竖着的 这样有什么特点 它这个特点呢实际上是 给我们下一步 这个接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因为它是这个是它的出料口 它的这个菌丝 从这个位置会出来 我们需要拿一个菌带 它出了一点 我们接一点 出了一点 接一点 这样呢就实际上会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动作 时间长了呢就会比较累 就是说把它复杂化了 对对对 它后来呢做了一个改进 把它给平放了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平着这样推 实际上是比我们要抬高这个动作 就是我们推的这个力 比我们往上的这个力 咱们要轻松很多 对对对 除了对刀头和出口的这些改进 还有什么别的改进吗 有的 它实际上对它这个出口的 这个送料的这个方式进行了一个改进 就相当于它在这个位置 通过刀盘把它菌丝给它搅碎之后 它直接原来是一个搅笼的装置 在这个管里做成一个传输 一点一点往外挤 对 这样呢后来发现它的效率比较低 它实际上现在呢把它改成了一个 像针筒似的这种活塞似的推拉方式 那听您这么一说 这台机器还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 咱们一起去看看它的运转究竟如何 看完张师傅的演示 我们的记者也亲身感受了改进后的二代机 他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发明人现心十足 和于厂长约定好了再来一场比赛 我们的记者也很好奇 这一次机器队和人工队的较量 结果会如何 好今天呢我们来一场街军的人机队抗赛 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的人工队代表 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的机器队代表 于师傅 我看您今天这个队伍挺庞大呀 是啊 站在我身边这位呢 是最一直的作为队长来参加比赛 队长是吧 您从事件行多长时间了 十年了 十年是吧 您呢 二十年了 八九年 都是经验比较丰富是吧 那我们机器队 您这边只有两个人啊 两个人就可以了 我机器快 两个人能对抗过这六个人吗 没问题啊 面对记者的怀疑 发明人充满了信心 而面对如此自信的机器队 人工队也早有对策 特意准备了秘密武器 黄队长 我看您这手里一直拿着一个红布 您这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比赛的秘密武器 还有秘密武器啊 镊子的大小长度都合适 不仅接近速度快 接近深度也能保证 怪不得会成为人工队的秘密武器 所以您对这次比赛是非常有信心吗 对对对没问题 那我们的人工队呢 别说大话 赢了再说 那都比得胖吧 还没有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 我们两队的火药味已经非常浓烈了 好那我们的比赛现在正式开始 此次比赛 每队将各有六百代的培养料 哪一队率先完成这六百代的接骏任务 同时能够保证 接骏深度达标 骏司分离适中 哪一队就算获胜 比赛刚一开始 人工队的师傅们毫不示弱 立刻开始忙活了起来 一个个接近经验丰富 干起活来都有些大将风范 另一边机器队的师傅们也不慌不忙 虽然只有两个人 却看不出他们有丝毫的畏惧 师傅我看您这操作还是挺有点的 直接用过这个吗 没用过 也没用过是吧 对 那您觉得它这机器现在怎么样 挺好的 正当机器队已经开始忙碌时 人工队的师傅们却休息了起来 甚至还有好多人好奇的凑过来 参观张师傅的机器 这可是在比赛呀 他们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呢 黄队长我看您这全都要装箱是吗 是啊我们要装箱 然后再灭灯底我们才能接 要灭嘴就需要一定时间是吗 那这些比赛人呢 你们这也要不耽误时间啊 不会耽误的 你别放我们耽误 我没照顾能脸上它 哦这样就了 那你看您来对您这个人工队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非常有信心的 原来人工在接菌前还需要有一个灭菌的工具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因此半小时后才能进行正式接菌 而机器队则不需要这样耗时的工具 机器的接菌箱安装了高效过滤器 可自动防止细菌进入接菌箱 无需进行人工灭菌 这样一来张师傅的机器一开始就节省了时间 提高了效率 黄队长我看你这现在是在分发这是什么 这是消毒用的 消毒用的 就是要准备开始了 对我们时间到了要 这个就是消贩毒我们就推腰开始了 是在开始 我看那个有人已经在吆喝你们现在开始了 你这得抓紧了 机器队现在已经我看第八框都要好了 此时比赛已经过了三十分钟了 虽然比机器晚了三十分钟才开始接菌 让机器队把握先机占据了优势 但人工队的师傅们依然是热情高涨 人数的巨大优势让他们毫不畏惧 投入接菌工作后开始全力反击 对机器队奋起直追 虽然人工队人数较多 但机器的操作还是要更为方便 将培养料接入后 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接菌过程 省时省力 人工队正干的热火朝天 领先的机器队却突然停了下来 张师傅的机器似乎是出了些问题 张师傅我看你现在怎么拿着工具开始 这个机器队里有东西 变了一下了 就是堵上了是吧 这机器队里有东西 有大块 有块的什么一类的 就现在是不通了是吧 就在这种了 那这怎么办 现在可还是在比赛呢 那我没事 我处理一下就好了 比赛仍然在紧张的进行着 因为清理堵塞的接菌口 张师傅耽误了不少时间 不过他一点也不紧张 似乎早就胜券在握了 可没过多久 张师傅的机器又停止了工作 看来第一次接菌口的堵塞并不是一次意外 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 这让张师傅皱起了眉头 他在这个手里就这么大大块 就得整滴出来刚才 那是我们人工队的话 用那个直接接你就可以了 都不用费事 那你这不是个别情况吗 你个别情况也不该出现这问题啊 现在一会儿看那个比赛完了之后 给他检查质量啥样吧 比赛到了关键时刻 眼看着人工队后来居上 就快要完成接菌任务了 可机器队却是一筹莫展 对于频频出现问题的机器 张师傅可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我这边拿这儿了 你这边完成了 这边拿这儿了 你那边有完事了吗 我还完成了 这边也完成了 这边都完成了 我们的部队现在都完成了是吧 对 张师傅 你这边也别做了 可以提花 你这边已经完事了 比赛结束了 原本前期取得巨大优势的机器队 却在比赛后半程不断出现问题 最终被人工队反超 输掉了比赛 这样一来 机器队在速度上 就彻底输给了人工队 那么机器阵质量 又能否达到人工师傅的水平呢 我们决定检验一下 双方的质量 咱们接的都挺到位 接的很多 在这儿接到这儿来 这能看出来 都挺到位 咱们看看你这个机器队的 好 张师傅 您对您这个有信心吗 我应该有信心 那大大装 这挺挺紧 来你拿一下 应该还是再拿一下 开了开了开了 哎 这个吗 你这个接的才到这儿啊 没有那个 这没下到点 你这个跟我们应该对比的 还是不行啊 通过对比 我们发现在机器阵深度方面 机器队完全无法达到 人工队水平 无论速度还是质量 都不如人工 张师傅 你这个机器阵阵阵阵不行啊 也不到位啊 你看工人师傅接这个 接的还多 还到位 比你的速度还快 你这副案子不容啊 你这副案子再半打出来 捡回来了 这事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啊 这些损失算你的算法的 你瞅瞅 这一大损就绝 你今天都不好 算你算我的 你得赔偿我的损失 把你的损失快拿走吧 拿走拿走快拿走 拜拜拜拜 我再不能跟你拿那什么了 做实验了 机器再次失败 于厂长大发雷霆 面对这样的结果 张师傅也无话可说 机器长花费了这么多的心思 应该说是无懈可击了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看到又出现了问题了 那么问题究竟在哪呢 它这个问题呢 其实主要产生在 它的这个大功率 快速连续的这个运转过程中 我们一开始说呢 它实际上对于这个四片刀的改进 保证了它这个菌的存活率 但实际上它保证成活率的同时呢 实际上它并没有把这个二极菌 把它完全的切得那么碎 所以它容易在这个刀口 还有这个出料口的这个过程中 它容易一个捕塞 这个呢实际上倒是比较好解决的 怎么解决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刀口 实际上把它给放大 这样做大了之后呢 虽然它的这个菌丝切的 和原来并没有变得更细 但是空间大了 空间更大了 宽敞一点 对 所以它这样堵的情况 就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缓解 好 还有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它现在出了这个菌丝 我们拿菌包去接的时候 它会比较容易散 它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们这个出料口 现在比较短 实际上它也可以做一个改进 就是把它这个出料口 给它延长一些 这样的话 它深入这个菌带的时候 就会比较深入 这样它的菌丝出来之后 就不太容易散开 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效率 就是让塑形的这个过程 长一些 保证它的这个形状完好无损 对对对 也就是这两个地方需要改进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刀口 咱们在空间给大一点 宽敞一点 然后咱们的这个塑形口 这个输送带 也要把它长一点 这样呢 就会大大的提升效率了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八明人会不会做出这些改进呢 张师傅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输掉比赛 接二连三的失败 让张师傅甚至想到了放弃 但多年的发明经历告诉张师傅 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会成功的 一番思考之后 张师傅开始研究 如何解决机器出菌口 容易被堵塞的问题 以及最重要的接菌深度 从而保证菌种的成活 一晃半年过去了 在这半年里 张师傅尝试了各种方法 样机是做了一台又一台 回家的时间 也是越来越晚 这都八点半了 你不饿吗 你等他干什么呢 等他一会儿吧 你看 踩回来 天天 天天这样 那踩回来呢 你整啥呀你整天啊 你整天整这个机器 你就整什么机器啊 你天天整这个机器 你这个一天给你忙不像样了 是不是 不吃饭吗 你整天早上出 晚上啥天啥天回来 中午也不回来 你看我这手都啥样了 都走成啥样了 我啥都干不了了 你不知道啊 行了 行了 别吵着了 这一天啊 你不担负 不担负那个 你不帮我 我还得给你整好几个菜 行了 行了 别吵着了 你这衣服哪里边缝去 我不给你缝 你看我手总的 我给你缝着衣服 你瞅着口子 什么衣服都淡过来缝 你看这大口子 你瞅着 我能缝吗 我不给你缝 你那上哪儿缝 上哪儿缝 我是不缝了 我非常生气 你说能不生气 你再工作 你是不是回来得吃饭呢 在一个在大卫干活 他不说得 现在那个小心翼翼的 经常是手啊 不是这嘎啦 刮破了 就是那刮破了 衣服经常是 不是这点个大口子 就是那点个大口子 干活就那么粗心大意 他的手指头 他们手指头都血溜一块 整个那手指头掉下来 上那家门私医院又给他缝上他了 心疼 能不心疼他吗 这么大碎了 跟那些半大小伙子一样呢 一样工作 我经常劝他 我说别弄这些玩意儿 你色水这么大了 别整他 他不听 他非得要做 整啥就得整个像样 必须整好 不管做啥 必须做好 他就这么一个人 谁说也不行 家人的埋怨 让张师傅充满了压力 一方面 他知道家人是为了关心自己 但机器一日不能研发成功 就好像心里有一块大石头 始终无法落地 这不仅让自己不能接受 还无法给家人一个交代 当时比赛失败以后吧 回来以后 老伴和女儿都非常反对 考虑我更大年龄了 你说没必要继续改去了 他们也是心疼我 但是我考虑的就是 我学研究大年龄 64岁了 但如果考虑 接后发明道路 时间也不多 所以说 我这件事情 既然我已经做下去了 我已经把它做到最好 经过了半年的研究改进 历经无数次失败的张师傅 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三代接菌机 总算做出来了 张师傅 机该怎么样了 正好 这次改好了 改好了 原来更好了 这可是人家第三次改了是吧 对 现在这样看的话 明显多了一个灯是吗 这是红光线杀紧灯 增加它也会增加灭底效果 更好一些 增加灭底效果 更好一些 其他地方还有什么感觉 机头原来是这个方向的 操作好像是麻烦一点 这个是改成这个方向的 操作非常容易 我上次说它是得这样操是吧 现在是这样 机头里边也变了 刀盘也改了 那个里边轮也加大了 我这有两个就是改过的 你看一下 好新 这个是咱们上次没改的 这个是没改的 没改的 这个是相当于二代 对 二代是没改 上次你来是没改的那种 四个的叶片往里剥料 改成一个的 一个叶片了 那这个一个的 这不应该是四个的更好吗 通过实验吧 这个四个的效果不如一个 因为它四个的把料平均分散了 往里扒的时候就少了 一个它料比较激动 它成为它这个铜布 它直接扒在这个口里头以后 它除了料就多了 这样 那我看您这个好像明显 这个管改成 把这个剂子放到里边了 这样效果就更好一些 再给这个轮加大了 轮 这是形成 这个很明显 这个小这个大 对 这个形成小 原来形成小 这个形成就加大了 加大就大 就深度 张师傅发明的第三代 加了红外线杀菌灯 灭菌效果更加显著 同时加大了刀盘的动力轮 使刀盘底部的圆盘 增加了运动周长 增长了出料管 并将其设置为内嵌式的结构 合理利用了盘内空间 增长了出料通道 从而保证了郡斯的注入深度 将原来的四个刀头 改为一个刀头 增加了郡斯的注入量 最后出进口由原来的侧面朝向 改为正面朝向 使得人工在操作时 更加方便省力 张师傅 我今天呢 也带来了一张道具 是为干嘛呢 是想检验一下您这个 第三代的机器到底 可以 可以可以 您看您这机器 赶不赶接受我的挑战 可以说 我先说你 试一下吧 可以是吗 可以 那我可就拿来了 这一次为了更好的检测 张师傅最新发明的机器 我们也带来了特殊的检测道具 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具 三代机的表现又会如何呢 张师傅 你看我这个道具拿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燕麦 你看跟您这个 菌袋那个质地怎么样 有点相似 这个颜色要打印就看得清楚 对 这个白色 你就为了让它更明显 这位看了吗 行 那我们划开看一下这个深度 可以 看了 看打到多点 到这位就可以 这个没有 到这 你看到这 这个是这样 这样我们这个深度也就 问题也就简直了 深度够了 而且速度多少都非常好 那怎么样 您对这个机械现在的感觉过吗 我现在很有信心 我想再跟那个鱼厂长 让他再来看一下 就是您还在想再跟他比试比试 经过测试 张师傅决定再次寻找鱼厂长 进行比试 可经历了两次失望的鱼厂长 真的能答应张师傅的请求吗 哎 鱼厂长 哎 鱼厂长 鱼厂长 哎 你玩啥呢 哎 我回厂了 啊 我又来看看我那机器 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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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是 不 这块鸡症没问题了 非常好 再试试吧 我这大厨上去来 哎 天这么冷 来试试吧 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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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鸡症没问题了 放心吧 不是了 不是了 哎呀 没问题 这块鸡症没问题 这块鸡症没问题 我告诉你 大冷天看你这么大寿司也不容易 那就给你试一试吧 完了 只能是最后一次了 再再再 行行行 这次就是不是好 我再就不来了 那啥 你那你回去修你的设备吧 那好 好 好 谢谢啊 张师傅用自己的真诚感动了鱼厂长 鱼厂长决定再跟张师傅进行一场比赛 三代机的表现 好 今天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场人机接军的终极大赛 我们看到两队的双方都已经来到我们现场 这边呢 是我们的人工队 这边是我们的机器队 我们先来问一下人工队 鱼师傅 您今天还是作为裁判进行参赛吗 是的 那我看您这边好像又增加了人数是吧 是的 今天来了几位啊 今天我们来了八位 速度快 有经验的选手来参加比赛 今天怎么改八位了 上次不是六位吗 就是为了打派他们机械队 让他们就死心塌地的 不再烦我们来了 好 那我们问一下张师傅 您这边好像还是 还是两位 还是原来之前两位是吧 对对对 您今天有信心吗 一定有信心 我一定的战胜营工队 您看他今天可是派出了八位 没错 我机器特别好 其实速度也非常快 我现在八位都比你们干得快 这次再不赢你 我机器再不做了 你就吹了 你看我们干嘛 你就半拿机器来想起来了 咱们看实际 好 这火腰味是越来越浓烈了 营工队和机器队曾经有过一次交锋 结果是张师傅惨 这一次又在比赛的擂台上 狭路相逢 双方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的规则依旧跟上次一样 不同的是 这次两队各增加了两百代 也就是说 每队都有八百代培养料 需要进行接近 哪队能最快最好的完成 哪队就算获胜 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这次 人工队依旧忙着 先进行消毒灭军 原以为机器队一定抓住这个机会 扩大比赛差距 但没想到 我们的机器队 却没有一点行动的意思 张师傅 我看你这比赛都已经开始了 我看您这边好像一点都不着急 不着急 我暂时做准备工作 我等他们还得灭远 还得三十分钟 那您这个上次比赛没等 然后都输了 您这次还要再等他们三十分钟 这次没问题 机器做得非常好 而且指甲跟什么速度啥的 我回家都试了 非常好 所以您就觉得 你不再等他们三十分钟的事 有谢谢 原来张师傅为了让大家见识到 自己机器的进步 显示机器的威力 决定让出人工消毒的半个小时时间来 与他们同步进行接近 这不禁让我们都为张师傅捏了一把汗 上回比赛没有让时都没有成功 这次反而还要让半小时 机器真的能成功吗 余师傅 我看那个张师傅机器的那边 现在就等您了 您这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等着这个消毒灭迹时间了 现在就还是在灭迹 接紧阶段是吧 对对对 那我看您今天这个好像有八个这个接紧机是吧 对有八个接紧机 八个人接紧 每人一百代 那这个一百代的话 大概多少时间能完成 这个也没计算过 没算没计过 但是我们一定是比机器要快的 你是觉得今天这个张师傅还是得输是吗 对 他只能干不过我嘛 那万一他要是赢了怎么办啊 那不可能啊 他是赢了的话 我们干这些年 我们这连我哪放啊 那就是真要是他要是赢了 我就定了八台机器 我也敢用他的机器 张师傅 张师傅快来这边有人要订你机器了 他那个 他你的机器 如果要是真的是赢过我们的话 我就定你八台机器 真的说好了 说好 你能不能赢的 你好好整个那个 你不赢的 我不赢我这次不来了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选 我们队伍这些人的 工作都非常快 你那不赢不了吧 机器要不超过运功 那时候吧 你要是这个八台机器 我要放 你要是真能赢我吗 我就定你八台机器 那好了 说好了吗 说好了 好了就这么定了 好 我一定送货上门 走走走 你说话说一说 那好 对 面对质疑 张师傅也拿出了自己 送货上门的诚意 这样的约定 虽然是个意外 却让大家更期待 比赛结果了 队长 我看你这些的 好像都做好了 都要准备开始了 准备开始了 姐妹呢 咱都开嘴了 大点了 大点啊 张师傅 你这边可以开始了 我看你这边就到了 随着人工队 消毒灭军工作的结束 真正的比赛也正式开始 人工队依然保持着 高效率的接俊工作 而人数的增加 也让人工队 对于再次战胜机器队 充满了信心 师傅 你今天感觉这个用的怎么样 挺好用的 跟之前那个相比较呢 比以前那个好用多了 我看你也是参赛两次了 然后 这次有没有信心能赢他们 有 一定有 机器队稳扎稳打 按部就班地工作着 唯一不同的是 张师傅的脸上 丝毫没有紧张的表情 看来 他对自己的机器 获得最终的胜利 真的是胸有成竹 那个同志们 今天咱们那个 不但速度要快 机器队质量一定要好 咱们一定还要超过机器队 有没有信心 咱们要是赢了的话 晚上我请你们吃大餐 师傅 您这身体是第几项了呀 我们这一半多了 一半多了 师傅 我看您这个累得 够签了就七百七七的 我们这个机器快嘛 机器今天放过来呀 那您觉得今天 您能战胜这个人工队 我们能 谢谢战胜人工队 好 加油 比赛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比赛双方虽然没有语言上的交流 但心里都叫着劲 你追我赶 没有一丝松懈 紧张的气氛 让于厂长也有些按捺不住了 来回不停的查看双方的进度 师傅 我看您这边是没弄的 那边是弄过的 是 我看您这边弄的差不多得有一半多了吧 大概有多少个了 一半吧 40多又对吧 40多个了 您干这行干了多长时间了 干这行 干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我看那边好像有这个速度慢的 然后您这速度快的话 能保证这个质量吗 哪 肯定能保证 师傅 我看您这边是弄完的对吧 对 您这个好像比那边的少一点 对吧 对 您这个速度怎么 就是比那边会慢一点 这个必须得接好了 接不好的话 如果接不好一半加了 再加了 就是说不仅速度好 但是质量也好 对 人工和机器不同 在速度上存在差异 速度快的人工 甚至要比速度慢的人工 多节省出一倍的时间 我们完成了 我也完成了吗 人工队的几位师傅 率先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 这似乎让张师傅有些意外 古军奋战的机器队 还能获得胜利吗 但师傅 您这边口头已经有三个完成了 就是 就马上完成了 一会儿就吃 一会儿就吃 一会儿就多点了 一会儿关键是 还有三个箱没完呢 但是他们上一箱 我看也所剩不多了 还要在我后边 我马上就完了 你也是不到最后一分钟 绝不把修了 那对啊 你看机器吧 好那我们就 在这最紧要的关键等待 看看谁先能够完成 比赛到了最后时刻 谁都有可能在下一秒终结比赛 我们完成了 完成了是吧 现在是 对 机器队这边已经完成了 人工队 我现在还剩一个了是吧 师傅 您现在还差几个 还剩一个 那您也得停了 就先别坐了 我们这个机器队 真是好险啊 真是险胜 那我们来这边 张师傅 余师傅 您这个 真的是很险啊 就差一个 险臭 但是我们还是要 比一下这个质量 可以 余师傅 您看今天怎么比 就是 打开袋 看着接的深浅才样了 我们一共也要公平一点 我们一共有打两袋 他这也打两袋 这样看一下 谁的接的质量好 就是还是划开两袋 看一下是吧 那您这个 有刀吗 我们随机戳去两个 紧张的比赛 终于结束了 机器队以微弱的优势 在速度上赢了人工队 那么这回 接俊的质量 又如何呢 我看看他们的质量 我也来看看 这次看就好 接到这了 这也是 接的挺好 接到这了 挺好看 让我看看 你看我带的尺子了 我再量一下 您今天特意带了工具是吧 对 这钉子差两公分不到底 就两公分 就算合格了 那我们再随机抽取的 再抽一段看看 人工队队队长 您那边能达到这个标准水平吗 基本上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 看到吗 这个倒几下吧 对不起 倒几了 嗯 这个 明天知道 这个差一点 差一点点 把它 都看合格 经过检验 张师傅街的郡种深度 完全达标 那我们今天比赛 那真的是张师傅获胜了 您师傅 您这回没话可说 八台机子得定我了吧 把他都给你送来啊 他都说话了 你得定了 说好算话啊 那就是你回家 把他能够好好长长 给我送来 这一次 张师傅的机器 不仅在速度上领先人工队 在接骏质量方面 也有了很明显的改变 完全达标的机骏深度 可以和人工队相媲美 这样的效果 也让鱼厂长十分满意 今天这样比赛 无论是从速度上 还是说治疗上 我们的张师傅都取得了胜利 所以今天这条人机对抗大赛 我们的张师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第三代机骏机 设置了高效处理器 和红外线杀菌灯 利用机械物理方式 将二机骏破碎分离 并注入带内培养机 它的特点在于 第一 一台机器的接骏速度 等同于多个人工 提高了接骏效率 第二 自动灭菌防菌 节省了传统接骏工作中 需要时间灭菌的工序 同时将接骏工作 对人体的伤害降到最低 这个接骏机 安装了自动杀菌装置 节省了杀菌的时间 自动接入菌种 替代人工 效率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如果能使菌种的接入 深度更精确一些 并可以过滤 菌种里的杂物 避免有时出现 机器的卡死现象 就更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华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气囊包 究竟是怎样 在特殊的地势环境中 成功将车救出 面对挤压变形的钢架门框 他又是如何大显神威 发明道路艰难曲折 面对困难 他坚定纪念 最终 他的发明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温柔顶